徐晓鑫就是一隻蟲到處飛來飛去潑髒水 他再過來我就把他抓起來 拿肥皂水來噴他 趕出台灣的國會 可是你沒有覺得他長得比較像蚊子 哈哈哈哈 人神攻擊啊你們 來那另外一位呢 也是這一次民進黨的不分區的張亞玲 他則是打另外一個主題 昨天其實在開錄之前 波及陽明哥就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發現到民進黨現在吹一個風 他們要趕快吹基隆霸涼 台北的話就要吹幼兒園的性騷的問題 那他張亞玲就說 徐晓鑫說曾經參與了兒少性剝削法制定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他在北市信義區的幼兒園性侵案 徐晓鑫有做任何事情 反倒就是在那邊爭饅頭 咬人造謠 根本不在乎小孩 兩題要請你幫我們一併拿回 第一個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都可以來提案 然後我們有的人可能是主提案人 有的人可能是跟別人共同提案 有的可能是連署 有這三種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做提案 而這些提案會被併案在委員會的時候審查 所以你是哪一個委員會的 你就會負責審那個委員會的法案 包含所有的委員提進來的法案 都有委員會審查 那最後交由政黨協商 也就是我們常看到的 老柯啊 黃國昌啊 跟這個傅崑奇 韓國瑜院長 大家坐在那裡討論什麼呢 就是如何把所有人的版本 併成一個版本 最後決定下來 所以在這個兒哨性剝削條例裡面呢 我是主提案人 而且呢我們修改的幅度 包含是刑責刑度都很大 也包含了說我們當時希望能夠建構這個 受加害者的資料庫 也就是公開出來讓大家知道 到底是誰在加害這些兒童 那當然因為我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所以我都是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審我們國防外交的法案 那張亞玲他們可能是教育文化委員會的 或是未還委員會的 他們就在他們的這個地方審法案 那我們呢如果有在針對 我們一些條文有堅持或要求的話 其實我們只要直接跟黨團說就可以了 因為最後他都會進到黨團協商 所以我們只要告訴我們的黨團說 有哪幾條我們希望可以堅持就OK了 所以是因為張亞玲他第一次他也是做不分區 所以他可能根本不了解 現在國會的運作規則 所以他認為說好像你沒有出現在那個地方 講幾句話就等於你沒有提案沒有審查 並不是這樣的 再來我要告訴大家 現在呢民進黨就是中央廚房 用造謠的方式想要去抹黑 講萬安 然後呢去這個掩蓋鄭文燦的收賄案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這個分成兩個階段 有一家幼兒園 他的園長的兒子 就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二徒 然後呢傷害了很多我們的小朋友 可是在7月 在這個去年的8月之前 曾經調查過 但是呢沒有被起訴 所以沒有被起訴的狀況之下 市府只能 就是說你都沒被起訴 檢察官認為你沒問題嘛 那我要如何去裁罰你呢 可是到了去年的8月的時候 這個人呢終於找到證據 把他積壓禁見並且起訴了 所以我在去年8月的時候 接到家長的陳情 我們立刻開了 大家可以看圖 我們立刻開了這個說明會 把所有這家 把所有這家幼兒園的家長 全部找到現場來 那現場教育局 是教育局的副局長到了現場 而且我同時 當天我都不斷的 跟台北市的副市長林憶華來聯絡 在這裡我們做了好幾個決議 第一個 行政法的部分 台北市要用最嚴厲的方式來做懲罰 雖然台北市地方自治 所以財閥的這個 這個金額可能很小 但是不管如何 要用最嚴厲的方式 包含這名負責人 他永生不能再做這個行業 好 那第二個呢是 我們呢用一對一的方式 所以所有社會局跟教育局 都會打給每一個家長 尋問小朋友的狀況 還有盡可能的 因為當天警察覺得賦幼隊也在 盡可能讓他們來看監視器 當然看監視器沒有不代表沒有 是因為那個惡徒 他們家開的幼兒園 所以他知道哪裡是死角 所以這是一個最麻煩的一個地方 那呢好 但是我們大概整個市府 包含我跟市府一起合作 做了這些事情 那後來呢我們就也 這是開會通知單給大家看一下 確實在8月12號的時候 那這家幼兒園的園長 跟他的兒子是非常可惡的 那時候呢他甚至做了一件事 我在現場非常憤怒 標罵他們 他把我們正式的 他不傳我們你看到我的公文 會蓋什麼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 他額外發了另外一張的公文 給學生 然後說這一些都是 就是說現在新聞 所報導的一些不實訊息 然後讓家長打電話來罵我們 然後我們才說 沒有啊我們根本沒有發那個公文啊 要有蓋 要有蓋這個張的才是公文好嗎 所以一開始還有一些誤會 但是家長他們來開會之後 還有我們讓家長所有的問題 要問市府的 想要知道該怎麼解決的 還有我們請了一名很專業的律師 在現場 不管你要打團體訴訟 或是個人訴訟 有任何需要法律諮詢的 當場都有我請的律師 人就在現場 所以這個案子我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關心 然後呢我們到了這個 我們到了好 然後接下來他就進到那個 檢調系統 大家知道嗎 只要進到檢調系統就有幾個字會出現 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這個事情還沒有到現在報 上個月我就再次發文給法務部 詢問這個幼兒園 現在目前的偵辦進度為何 什麼時候才會往前辦 然後但他們回答的是偵查不公開 而且呢涉及隱私只有當事人能夠調閱 所以但是我們還是告訴他說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加速辦理 因為很多的家長還是非常的擔心 所以呢其實都一直在追啦 但是有些人呢裝作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好那後續我們就跟包含台北市政府商量這個事情 就是如果說我們現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法 只能罰個60萬 那家長當然不能接受 我是家長我也不能接受啊 那所以應該是中央的刑法 還有兒少懸疑的剝削防治法 這兩個法律應該要提升 所以不管是在刑法裡面 或是在兒少性剝削的防治條例裡面 為什麼我們去提案 而且這麼多人提案 除了當時的這個小朋友被霸凌案之外 這個幼兒園的這個幼兒園的例子 也是我們其中一個立法的原因 而且是跟台北市政府我們台北隊共同討論過的 所以這個惡徒他現在還在這個偵辦的過程當中 到時候檢察官跟法官就可以拿最新的這個法律來嚴懲他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得病科法金100萬元 就是相對比較重 坦白說我提的版本應該是更重的 可是我就講嘛 這些所有你看底下多少人提 每一個人都到現場嗎 這我這還沒完耶 總共18人喔 沒有這是聯署 跟我一起聯署的18人 後面還有一大堆 我只解我的部分而已 就是說大概有30到40位立委 都有共同提出自己的版本 所以當然他就是病案之後 委員會審查 送出委員會政黨協商 協商出大家可以接受的版本 然後二讀三讀通過 前天晚上到11點左右 又終於通過的東西 結果被民進黨在假日的時候 拿來造謠 拿來抹黑 拿來欺負台北市政府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包含修法 我們都有跟蔣灣市長本人 還有林一華副市長本人討論過 就是希望中央有一個更嚴格的法規之後 對於這種惡徒 不要只有我們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處罰 還要有中央更明確 然後呢更嚴格的法律 可以去懲治這些欺負小朋友的惡徒 對所以他整個事情是這樣 那我講完之後 你再回頭看 到底誰比較像蚊子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清楚嘛 現在就是要 真的 什麼節目 回頭看然後 回頭看然後 你要是要問蚊子是不是 回頭看真的是比較像蚊子 你不覺得很像嗎 對嘛 我以後都要帶那個蚊香在身上 避免碰到他 所以我必須說 你要造謠 你要造謠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還有一個中央廚房的造謠 很誇張 他就說什麼 徐曉星曾經開記者會 說要幫這個園長的兒子發聲 這是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那網路上誰在講 我們會統一來提告 而且所有的家長都知道 並沒有這件事情 當天我是直接訓斥那個 那個幼兒園的園長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亂改我的開會聲明 你憑什麼這樣做 這是一個犯法的行為 偽造文書的行為 所以在場這麼多 你們剛看到照片 很多人嘛 基本上五六十位以上的家長人都在現場嘛 那就讓他們表達意見 然後還有他們就狂罵那個園長 然後讓我們包含富幼隊、社會局、教育局、律師 那全部都讓他們把所有的問題釐清 最後是採取一對一服務 而且我都還有監督喔 我都每天會打電話給他們問說 你們有沒有每一位家長分別聯繫了 因為這涉及到比較隱私的部分 所以不見得每一個家長都希望 然後再好兩三個兩三個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隱私很重要 所以我是要求社會局跟這個教育局 要一個一個打電話給每一位家長 如果你想要看監視器的 就協助他去看監視器 所以我們當時是做到這樣的程度 今天還要被為了遮掩 鄭文燦貪污的五百萬 然後把過去台北市政府明明有做事 不是沒做事的事情拿出來編他 那我覺得民進黨做到這樣未免太惡劣了